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口下降 进口飙升6.7% 接下来在格林尼茨标准时间下午1点30分将发布的是11月加拿大贸易批发 9月的数据令人失望 使得销售在6个月内首次出现下滑 11月新西兰贸易平衡将会在晚间9点45分发布 10月份乃至品出口的强劲增长 帮助缩小了贸易赤字 10月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领先指数将会在晚间11点30分发布 在过去两个月该指数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 11月新西兰信用卡支出将会在凌晨2点钟发布 10月份支出继续增长 增速快于9月份的8.5%的年增长率 日本10月所有行业指数将会在凌晨4点30分发布 9月份该指数持续增长 随着在各个领域均录得增长 我是杰克埃威利特 以上就是星期二的经济日历 在下期节目中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三的相关概述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